唐僧见悟空把妖怪捉来了,连忙出门迎接,那妖怪走到唐僧面前,双腿跪下,高声叫道,师父! 唐僧问,这是怎么回事?悟空,你是怎么把他给降服的?悟空放了手,喝了,呆子,你说吧! 那妖怪就把观音菩萨让他做唐僧的徒律,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事,仔细地说了一遍。 水吊戈头,明月几时有,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 我欲乘风归去,用孔球楼欲语,高处不胜寒,其物弄兴影,何似在人间?